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在这边聚会敬拜神 愿主耶稣祝福我们大家 我们可以来说耶稣的温重 晚上来谈耶稣的隐藏 我们天气冷就会躲在棉被 感觉里面很温暖 就会觉得里面很温暖 昨天地震的时候 有的人想说 有的人想说找地方躲起来 会比较安全 有的人在台风来的时候 会看到港口有很多船 都躲在港口的海湾里面 就是要躲避风让 船只都可以隐藏 人也会隐藏 人也会隐藏 有的人在患难中 有的人在患难当中 他也会躲起来 他也会躲起来 我们之前台湾发生 之前台湾发生228事件 因为这个是白色恐怖 这是白色恐怖 有一个兄弟 我们有一个弟兄 他姓曾 姓庄 叫做英弟 庄英弟 庄永智 因为他量较快的 叫做庄冷气 静快点就是庄冷气 这个庄冷气 当然他没有庄冷气 当然他不是庄冷气的 他是庄英弟 名弟 他是庄永智弟兄 他在二重教会目到 要来信主 最后来信主 信主后 贴险就很多恩典 信主以后 体验到很多恩典 他就跟我说 他过去到现在 他跟我说 他过去以及现在 他以前在海南岛做兵 他以前在海南岛当兵 台湾公国后 就回来台湾堕 光复以后就回来台湾 因为发生二八事件的时候 因为发生二八事件的时候 有人告诉他要赶快躲藏起来 因为你的身份比较特别 因为你是从海南岛回来的 所以这个中间 他就快找一个地方要躲起来 这途中他就找个地方要躲起来 他躲在哪里 他躲在竹东 他躲在竹东 这个秀软再进去 秀软再进去 因为我们这个地档里面有一个石垒 竹东里面有一个石垒 他一直里面就是养老 再进去就是养老 会经过秀软 会经过秀软 我说你怎么会比较这么沉酸 说你怎么会躲到这么深山 他说我的朋友是 这个身体客运的书记 我的朋友是新竹客运的司机 他在里面也是当主管 他在里面也是当主管 他告诉我你躲在这里最安全 所以就躲起来 他就躲在那边 我们有时候刚才有很多环境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环境 在变化中间 在变化当中 我们会想说 美一个安全的所在 会想说躲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让自己有一个安静的司机 让自己有安静的时刻 所以这个温床的道理 隐藏的道理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主耶稣说 他也同样 没温床 主耶稣也曾经隐藏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2章 看约翰福音12章 约翰福音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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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章36章 您映南探流庚 信重庚 让您乃所庚名之主 耶稣说完这个话 就立开音温床了 在这里说耶稣离开因的温重 这里说到耶稣离开他们就隐藏了 主耶稣出来传道理 当然告奋很多天国的福音 教训很多天国的福音 也医病赶鬼 也引导人趁着机会来信重主 能够成为光明之主 主耶稣说了这话以后 就离开他们隐藏了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人不信他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时候要搞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如果我们再看十三章 就知道耶稣离世归父的日子快到了 所以十四章以后就说到耶稣安慰门徒 说到耶稣安慰门徒 说了很多离别的道理 安慰他们 兼顾他们的信仰 并且应许他们要得胜利 虽然主耶稣要离开 虽然主耶稣要离开 一方面安全 一方面就是冷修 然后临修 一方面就是休闻 一方面就是休息 一方面就是休息 我们有时候 在工作中没用 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中忙 我们也会想说休息一下 也会想说要休息一下 排几天假期 安排几天的假期可以到安静的地方 所以印尼有可能 我们全世界海岛最多的国家就是印尼 我们全世界海岛最多的国家就是印尼 所以有的海岛没人住 有的海岛是没有人住的 有的这个流行业就将这个海岛 给它开放做休息的地方 有的旅行社就把海岛开发成休息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是温存在那里 但如果你隐藏在那边 那个地方没有手机 也不能打电话 也没有电视 也没有报纸 你就是完全都温存 就是完全隐藏 到外界都没有联络 与外界没有联络 所以这个温存有它的意义 隐藏也有它的意义 跟对于我们个人的帮助 以及对我们个人的帮助 但是我们不是离开这个社会的生活 但我们不是离开社会的生活 那是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事件 乃是让我们有安静的时刻 所以让一句话说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有一句话是说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但是主要所在这些温存 但主耶稣在这边的隐藏 当然有它特殊的意义 当然有它特殊的意义 因为它的时候在要搞 因为它的时候快到了 所以需要温存 所以需要隐藏 包括主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祈祷 包括主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祈祷 他那一段时间迫切的祈祷 他那一段时间迫切的祈祷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温存 可以看到耶稣的隐藏 所以这个温存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殊的环境 每一个人的隐藏都有特殊的环境 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跟主来交通 我们知道需要与主来交通 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看伊手打牢 打牢到这样贴到怎么又要昏去 打牢打到快昏了 所以人不是一直没用 人不是一直的忙碌 但是鸦克做人安静 但雅各做人安心 非常在中边里面 时常在帐篷里面 这也是鸦克的温存 这也是雅各的隐藏 另外鸦克遇到困难 另外雅各遇到困难 他能够在他与他的哥哥见面之前 他觉得到底是生还是死 他的哥哥的怒气有消吗 他的哥哥的怒气是否已经消了 还是见面要杀他 还是见面要杀他 所以他也不知道未来的专用 他也不知道未来要怎么样 所以当父亲人和小孩都留在后面 将父人以及小孩都留在后面 然后他到比诺伊勒在那边祈祷 他到比诺伊勒在那边祈祷 他在那边祈祷 他在那边祈祷 就是在那边祈祷 来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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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要出来 带领以色列百姓 圣经里面说 说他温重在米店的矿野 他隐藏在米店的矿野 所以罗位他看到气培 他后来看到荆棘 有火焰在烧 但是没牺起 有火焰在烧 却没有烧毁 这就感觉到一种意象 这就是一种意象 让他看到患难中间 让他看到患难当中 神的保守 以色列百姓在埃及 虽然受了很多苦难 但是神也看过因 但是神也看过他们 所以摩西在米店的矿野隐藏 从40岁 他对埃及逃跑以后 他就密在那里40岁 躲在那边40年 80岁才出来 神叫他去建法老王 神叫他去见法老王 所以这温重的时间前 他隐藏的时间很长 大卫王 大卫王 他要当王之前 他要当王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 他受到扫罗的疲害 他受到扫罗的逼迫 所以师兄尊重扫罗 他时常尊重扫罗 他有机会把扫罗抬掉 他有机会杀掉扫罗 但是他敬畏神 但是他敬畏神 他说你是神的受高者 他说你是神的受高者 我不能抬你 我不可以杀你 我只能挂下你的杀戏 我只能割下你的衣裳 衣巾 衣巾 这可以说是大卫王 这可以说是大卫王 他知道做事情要怎么做 他知道要怎么做事情 他也有一个米在亚杜兰洞 他也曾经躲在亚杜兰洞 米在那边 米在那边是温重 他躲在那边是印象 当然有他的需要 当然是有他的需要 他米起来 他躲起来 当然时刻有人把他抢出来 当然时候到了人就把他请出来 有一个人叫做伊利亚 有一个人叫伊利亚 伊利亚米在哪里 伊利亚躲在哪里 圣经说米在基立卡边 躲在基立西边 因为那时候 全地的基方 因为那时候全地的饥荒 所以米在基立卡 躲在基立西 东西都没有了 东西都没有了 神用蚝仔咖拼给他吃 神就用乌鸦 刁饼给他吃 现在是过着信心的操练 这也是过着信心的操练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温重的地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隐藏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去学习 神用圣经里面 新月圣经里面 加拉太书第一章 加拉太书第一章 有记载一个人 叫做保罗 保罗要出来传道理 保罗要出来传道理 圣经他就是温重在阿拉伯 之前他就是隐藏在亚拉伯 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 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 就说他在阿拉伯一段时间 他在亚拉伯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当然就是他 跟主的交通 这段时间就是他与主的交通 我们看这个约翰十二经的时候 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 耶稣也是离开因温重 耶稣也是离开他们隐藏 其实主耶稣出来传道理 其实主耶稣出来传道理 他有他的温重的时候 他有他隐藏的时候 到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 他也是有温重的时候 他也是有隐藏的时候 在圣经里面记载 在圣经里面记载 耶稣三十岁出来传道理 耶稣三十岁出来传道理 当时耶稣温重 当时耶稣隐藏 耶稣十二岁 圣经有记载 在路加福音 三十岁出来传道 圣经也有记载三十岁 圣经也有记载三十岁 有人就问 十二岁到三十岁 耶稣跑到哪里 主耶稣有他的时候 他三十岁出来传道理 他三十岁出来传道理 但是1月4号就是 等到约翰六甲 他的时候就是等到约翰下间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 我们看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十四节 约翰六甲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尼 圣团神 国的神的福音 约翰六甲以后 所以耶稣有他的时候 主耶稣有他的时候 在之前一段 就是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 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 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 我们来看十二节 看十二节 第一章十二节 第一章十二节 圣灵中一处到旷野 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祭堂 这段圣经记载 这段圣经记载 耶稣在旷野 耶稣在旷野 受祭堂 这个中间就是说到 耶稣的温重 这中间就是说到耶稣的隐藏 我们来看马太第四节 看马太福音第四章 马太福音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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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这段圣经记载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四十万日禁识祈祷 四十周夜禁食祷告 他心中有神的话 所以魔鬼戚谈的时候 魔鬼试探的时候 他可以用神的味来抵挡他 能够以神的话来抵挡他 他真的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 真理的道 来抵挡魔鬼的轨迹 到了十二节 四章十二节 四章十二节 耶稣听见约翰六甲 就退到加利利 在这里说约翰六甲 耶稣就退到加利利 这里说到 约翰下间就退 耶稣就退到加利利 在这里是说退到加利利 这边是说退到加利利 马太福音是说耶稣就出来 马太福音是说耶稣就出来 所以耶稣有退也有进 耶稣有退也有进 有温座也有显明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有记载 有记载 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 约翰福音第七章 第七章第一节 这个事情 以后耶稣在自己去游行 无管理在游泰游行 游泰人想要台义 当时游泰人的主编最近 耶稣的兄弟对他说你离开车 去游泰吧 让你的游泰也看到你所走的事情 人要远用名声 没有在暗家驾驶 你如果是驾驶的事情 就当中自己显明给世间人看 因为连你的兄弟说这个话 是因为不信仪 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不够 你的时候最最方便的 世间人不能显力 就是犯网 因为我只有他们所做的事情 我只证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恶 你像去过车 我现在没起来 没起来过车的车 因为我的时候还不够 耶稣说完这个话 又在自己里 所以主耶稣他虽然出来传道 主耶稣虽然出来传道 但是他 有人告诉他 你要去耶路撒冷 但是有人告诉他要去耶路撒冷 所以耶稣他有进也有退 耶稣有进也有退 有显明也有温床 有显明也有隐藏 这也让我们知道 主耶稣他把 这个文章这样说 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等候什么 等候对顶管来的令力 等候从上而来的能力 主耶稣复活 主耶稣复活 要升天进行 要升天之前 用门徒显现 向门徒来显现 有四十天之久 有四十天之久 这个中间耶稣就跟门徒说 这中间耶稣就告诉门徒 这个苏度行丹第一章 有记载 有记载 耶稣跟门徒说 你怎么在耶路撒冷等候 要告诉门徒说 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等候圣灵降临 等候圣灵降临 所以第一章第八章就说 第一章第八节就说到 说圣灵降临 降在你的心中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球 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球 为我做见证 所以耶稣有显明的时候 也有温床的时候 也有隐藏的时候 但是他温床的时候 他隐藏的时候 他也告诉门徒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等候什么 等候圣灵降临 等候对顶管来的灵力 这就是温床 这就是隐藏 虽然时间有十天 虽然时间有十天 因为主耶稣升天以后 就十天五旬祭 圣灵降临 隔了十天五旬节 圣灵降临 我们可以知道这都有它的时候 都有它的时候 到了主耶稣 主耶稣来传道理的时候 主耶稣来传道理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 他也是一样 他在工作之前 他在工作之前 他就是先 推到旷野 他就是先推到旷野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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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三十五章 第一章三十五节 过当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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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耶稣在旷野里面祷告是隐藏的 但是耶稣说我是为了这个事情出来 所以这个隐藏就是有退也有进 有安静的时刻也有动态的时刻 所以耶稣也是告诉门徒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灯等圣灵降临 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彼得得到圣灵 门徒也是一样 120个人 他们在那里聚集都高 然后他们就出来 出来传道理 我们来看《师徒行传》第六章 《师徒行传》第六章 《师徒行传》第六章 第六章第四节 六章第四节 《师徒行传》第四节 但我爱传心于基督团的伟书 当时《师徒行传》的教会 因为天天的宗教会 佛业了他们的伟书 这段圣经记载 门徒增加 门徒增加 有说西尼尼化的犹太人 向西伯兰人发怨言 有说西尼尼化的犹太人 向西伯兰人发怨言 这人多话就多 三些人说五些话 三种颜色的人说五种话 所以说有时候为什么有怨言 为什么有时候有怨言 因为有忽略 因为有忽略 这个忽略就是说 我们想不到那些周全 就是我们没办法说到这么周全 这个时尽十二书都对众闻徒说 这时候十二使徒就对众闻徒说 我们放入神的徒里 如果放下神道理 管理饭食不合意 所以要选七个有名神 圣灵状化地位状化的人 所以要选出七个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有智慧的人 我们实际上说是七个执事 来管理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教会的圣工 就是要分工 就是要分工 耶稣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做 耶稣一个人也可以做 使徒十二个也可以做 但是主耶稣的时候 但是主耶稣的时候 他也是会切开闻徒 他也是会拆开闻徒 分拼也是这样 分饼也是这样 他分给闻徒 闻徒分给正人 他分给闻徒 闻徒分给众人 所以说 有时候这个闻徒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 什么事情 在料理以外 别人都没办法做 隐藏 有时候是说 除了你以外 别人都可以做 我们哪可以退 我们要能够退 以退为进 以退为进 我们看这个 苏多时代也是同样 我们看使徒时代也是一样 十二使徒 十二使徒 他们能够管理很多事情 但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发觉 但这时候他发觉 闻徒增加 门徒增加 有人发怨言 重点就是忽略了 他们应当关心的事情 而重点就是忽略 他们应当关心的事情 这个忽略就是一个破口 忽略就是一个破口 就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如果是这些书都都去做这些书 如果使徒都是做这些事情 这样就会放入神的道理 就是会放下 传福音的信仰就被疏忽了 传福音的圣工就被疏忽了 现在是疏忽了 那些寡妇需要关心 现在是疏忽那些寡妇需要关心 你由于关心这个 祖先的事情 因为关心慈善的事情 结果去忽略了神的道理 结果忽略了神的道理 现在是不合一了 这也是不合一 所以他们就说 我们应该与专心的基督团图维修 我们应当与专心传道为实 所以就算这些七个有好名声 地位成全的人 所以就选出七个有好名声 就会成全的来管理这些事 所以因为他们将这个忽略的事情 因为他们将忽略的事情 能够静心来想 能够静心来想 神也让他们有智慧 神也让他们有智慧 有智慧 能够得到工作的果效 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 当然我们要退一步来想 我们要退一步来想 然后再向前走 然后才向前行 要怎么做得好 要怎么做比较好 所以要所有温重 当然你是等到实际生息 当然他是等到实际神兽 这个温度也是同样 门徒也是一样 他们在耶路三人灯后 他们在耶路三人灯后 就是基求顶管的灵力 就是祈求上面而来的能力 所以我们立志减书 我们立志行事 要让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 要让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 当我们做一件事 你就想着说 这件事怎么做得好 这件事情怎么做比较好 我们在当时都走到头前 有时候我们是做得比较前 我们先走在神的头前 我们先走在神的面前 但是我们忽略了神挖克神 求神给我们担任 我们忽略了要先倚靠神求神来带领 神给我们担任 我们就很顺利 神如果带领我们 我们就会很顺利 所以主要说 我先设一个比喻 所以主耶稣曾经设一个比喻 比如说你建一栋大楼 你盖一栋大楼 你要想说你要如何花费多少 你要想看看要花费多少 要如何建才能完成 要怎么盖才能完成 你不能建一半 你不可以盖了一半 你现在要去增赏 你要去增赏 你要看头前的兵有多少 你要看前线的兵有多少 你有多少兵力 你有多少兵力 你盖修权 你这样来打仗 可以打赢吗 这样可以打赢吗 如果没有这个把握 你爱就要求和了 你就要求和 因为如果没有用地肥去处理 如果没有以智慧来处理 这样你建造两败古凶 反而两败俱伤 所以这个温重就是退一步 然后再向前进一步 隐藏就是退一步 然后再向前进一步 单体实际成熟 等候实际成熟 我们今天的温重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温重在住里面 我们今天隐藏就是要隐藏在主里面 可以花靠圣灵 能够倚靠圣灵 求神带领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让这个事情 有地肥去处理 能够有智慧的处理 有能力去完成 有能力去完成 可以达到这个事情的果 能够达到这件事的果效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间说起来很短 但是我们刚才在看约凡十二经 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 特别说到他隐藏 但没有说隐藏在哪里 但是这不是主要的关系 这不是主要的地方 哪是要让我们知道 耶稣有的事 耶稣有他的事 但是不是说他一定向前 但不是一直向前 所以主耶稣要出来传道理 主耶稣要出来传道理 他也是退到旷野 他也是去祈祷 那门徒一直去找他 门徒一直去找他 找到以后 耶稣说我们去另外一个枕头 来传福音 我们去另外一个村庄来传福音 所以这个文种不是说都没认证 隐藏不是都没有在动 我们是可以去思想 乃是能够思想 再来一步要做什么 能够来思想下一步要做什么 所以耶稣文种要让我们学习 主耶稣的隐藏让我们学习 因为文种的故障 因为隐藏的果效 有时候我们工作很忙碌 有时候我们工作很忙碌 忙碌到没时间 忙碌到没有时间 不知道要怎么办 不知道要怎么办 但这个忙碌的时候 会让我们亲情有医舍 会让我们像医嫂 像他腾到就会昏去 累到快昏了 有的人做性供 有的人做顺功 做到发怨言 有时候 属红中没有喜乐 在释放中没有喜乐 让我们灵性不中心 所以我们应该学习 学习主耶稣的温重 学习主耶稣的隐藏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六章 马可福音第二章 马可福音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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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节 三十节 文 苏度 马可福音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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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听道理 所以主要说 玛利亚得到最好的福分 是人不能夺去的 暗暗退到矿野 安静在主的胎前 领受主的道理 有一个受教的心 有一个追求的心 所以虽然是退到矿野 虽然是暗暗 虽然是暗暗 其实我们的心是光明 我们的心是光明的 是平安 是平安的 是喜乐的 虽然是暗暗 虽然是暗暗 虽然是退到矿野 虽然退到矿野 就是准备可以用钱再进一步 就是准备再向前一步 我们有时候刚做进步行 有时候工作忙碌 我们也是要请求 听说退到矿野去 也是要学习耶稣退到矿野 我们每一年多 我们每一个年度 我们每小区还是教会 每个小区或者是教会 还是教区还是中会 教区或者是总会 我们有时候 基本很多工习会 领习会 举办了很多讲习会 无论是教员 有这个人 中计 无论教员 长职 有很多讲习会 但这个工习会 中间 在讲习会当中 有的人很愿意参加 有的人很愿意参加 参加到很忙碌 当然我们要看 我们要看自己的需要 因为我们有的工习会 当然有的时间性 讲习会都有时间性 有的并有重叠 有一些是重叠的 像这个北区的地方 像北区 因为北区还有一个北特区 北区还有北特区 所以有人就反应 有的人就反应 你说北特区和北区 还有小区 这三个 北区 北特区和小区 三个单位就有的工作 就是重叠了 这三个单位 有一些工作就是重叠的 为什么重叠 为什么重叠 因为国人想国人的事情 因为个人想个人的事 但是目标 动机当然很好 当然动机是好的 但是时间和工作 会分量并加重 在这个参加的人身份上 但是工作以及时间 就加重在参加的人身上 所以应该要行量 应该要来衡量 你退到矿力去 去休息一下 你要退到矿野来休息一下 三个单位要如何统合 三个单位要如何统合 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做 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做 是一季做一次 还是半年做一次 是一季做一次 还是半年做一次 还是用性质来做 还是用性质来做 一年做一次 一年做一次 所以有时候 你退到矿野的时候 有时候退到矿野的时候 你就要去想 有时候就要去想 一方面是安静灵修 一方面是基督 一方面是祷告 我们有的人 如果是中国的 什么工事 他都报 有的人是总会的 讲习会他都会报名 当然他很有心 但是 家里的不怕都短短的 但是家里面的事情 都丢一旁 这种当然是温重 这当然是隐藏 他说 我感谢主 感谢主多好啊 我夏天去那天 江习会 也生冷寄质 夏天去那边讲习会神 还报名 三礼拜 我都不用煮饭 报名三个礼拜就都不用煮饭 当然你不用煮饭 但是你家里的人 但你家里面的人 他也是要吃饭 所以有时候要衡量 有时候要衡量 就是说你退到矿量 你退到矿 你虽然是温重 你虽然是隐藏 还是要怎么做完 但你的事情要如何做 这也是要学习 我们当然可以对求道理 我们来清心祈祷 来清心祈祷 这都是美好的事情 这都是美好的事情 这个美好的事情 这个美好的事情 对我们就有造就 对我们是有造就 当然我们听道理 我们很多人都要学习马力 我们很多人要学习马力 你说我不要做马大 我不要做马大 但是教会里面 但是在教会里面 但是大家都做马力 每个人都做马力 那你马大的工 什么人做 马大的工 谁要来做 所以我们教会的同样 教会也是一样 有的事务性 有的事务性 还是我们应该要互相关心 要互相关心 我们应该要去尽 到我们的本分 大家可以逼出费合 能够尽自己的本分 来彼此配合 这事务中间 灵修中间 就有中间 就有祖旧 在灵修当中 事奉当中就有长进 我们再来看耶稣怎么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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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十五节 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 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 当耶稣辩命给五千人吃饭 当耶稣辩命给五千个人吃饭 这些人就强逼他做王 这些人就强逼他做王 所以没怪比辣都说 你就是那个要来的王吗 比辣都说你是那个 你说我是王 你说我是王 我为真理做见证 我为真理做见证 主耶稣他不是做世间的王 主耶稣不是要做世间的王 他是万王之王 他是万王之王 主耶稣他的国度是神的国度 主耶稣的国度是神的国度 不是地面上征前的国度 不是地面上征战的国度 所以他要强逼耶稣做王 他要强迫耶稣做王 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 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 耶稣能够隐藏 一方面将应要归于神 一方面将荣耀归于神 一方面可以退到这个军众的外面 一方面退到群众外面 有时候人给我们娥乐 有时候人还赞美我们 我们的心会很高兴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人的欧乐也 忧烈人的心 忍得称赞 忧烈人的心 我们来看《真言27章》 看《真言27章》 《真言27章》的21节 《真言27章21节》 《真言27章21节》 《27章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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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人人 路是人金 人的欧乐也刺恋人 人的欧乐刺恋人 人的称赞是恋人 就是要恶恋人的心 就是要恶恋人的心 我们的心如果起了恶恶 我们的心如果起了骄傲 就像《希律王》 《使徒行》12节 《使徒行》12节 有记载说《希律》 正人就拥合他 《希律》众人拥护他 哇 这是神的什么 也不是人的什么 这是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哇 这个《希律》当然很欢喜 《希律》当然很高兴 结果神吃着一块糖 他咬死了 神就借着一条虫 就把他咬死了 人不咬死了 人是没办法 像你不想你杀王 他说这个《大巴比伦》 不是我手劲做的吗 《大巴比伦》 不是我手所建造的吗 《世间的王》 世间的王 人在这个政敌上面 人在政治上 有时候就是 像吃盐越吃越减 就像吃盐越吃越咸 这就是贪度欺负的英雄 就是贪图欺负的荣耀 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不会贪度 这个《希律》的英雄 我们不会来贪图欺负的荣耀 我认识好几个我们的弟兄 他们在政务机关上班 他们在政府 他们本来都有升官的机会 他们本来都有升官的机会 有时候 当时真的跟他倾听 有时候上师很肯定他 因为他的这个生活 都表现真好 因为他的生活表现得很好 他很正敌 也很荣誓 也很良善 也很诚心 也很诚实 做人也很心困 做人也诚恳 做事也认真 做事情也认真 他们都有机会被提拔 都有机会被提拔 能够得到高位 能够得到高位 但是他们感觉 我是信主 但他觉得我是信主 我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愿意退到 较较 他们愿意退到后面 因为他不要爱这个地位 他们不要这个地位 这就是温重 这就是隐藏 因为在温重中间对你才有帮助 因为在隐藏当中对你才有帮助 那有的人就是要出头 有的人喜欢出头 这个爱出头 有时候要请求梳罗 梳罗够人家一条头 梳罗他高人一等 罗位也是没欠比 他最后也是不欠比 虽然尽情比你阿姨 之前躲在 瓮子里面 但是到尾了也是一条头被砍下来 到最后也是一颗头被砍下来 我们人要明白 我们人不能高过神 人不能高过神 因为我们不能代替神 我们不能代替神 所以主要说 他退到山顶 主耶稣退到山上 他明明他所做的事情 他明白他所做的事 今天你是白要我做 今天是父要我做 我就这样做 我就这样做 所以我白做事报如今 我做事到如今 我也这样做 我也这样做 所以主要说 他在这个 辞逢中间 主耶稣在侍奉当中 正人要拥给他作用 便拼 给五千人吃饭 便拼给五千个人吃饭 这些人觉得 耶稣如果来作用不太好 耶稣来作用不就很好 但是耶稣就退到山顶去 耶稣就退到山上 因为神价不是强迫出来 因为神价不是强迫出来 也不是因为你们强迫我才行 也不是你们强迫我才行 耶稣知道他需要做什么 耶稣知道他需要做什么 他应当做什么 所以要所有温重在圣经里面 耶稣的隐藏在圣经里面 都有很多教训 都有很多教训 也让我们去思想 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温重 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温重 我们要隐藏在哪里 什么时候是退 什么时候是进 什么时候是退 什么时候是进 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走在主的路上 让我们走在主的路上 有时候我们也要温重 才能够休息走更长远的路 才能够重新得力 能够重新得力 因为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圣经告诉我们你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圣经告诉我们你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以赛亚书40章就是这样写 以赛亚书40章就是这样写 我们来看这个诗篇 我们看诗篇 诗篇17篇 诗篇17篇 第八节 诗篇17篇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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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保佛我 尽像保佛甘中的麦秋林 尽像我温重在你的食谷的面 作诗的人这样说 患难中甘求神保守 患难当中求神保守 尽像我们的麦秋林 就像我们眼中的同仁 你的麦秋林 你如果有一条刷 背入了 你麦秋就卡住 我们眼睛如果一粒沙飞进来 就可避免 我们今天隐藏在主里面 我们今天隐藏在主里面 隐藏在他的翅膀 隐藏在他的翅膀 所以主要所谓也告诉我们 主耶税也曾经告诉我们 说我尽像鸡母 要把你们这些鸡子 让你们米在我的翅膀里面 我就如同母鸡 你们像小鸡一样 躲在我的翅膀下 所以我们要温重在煮里面 我们要隐藏在主里面 温重在翅膀里面 隐藏在翅膀底下 温重在煮的半焦中间 隐藏在煮的磐石中 我们来看二十七张 看二十七张 诗篇二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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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因为我刚才犯人 你直到阿满保守 我在听他的听来 将我藏在他上边的温密处 将我高级在煮酒上 温密的地方是你的上边 隐秘的地方神的帐篷 求主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也要学习温重 让我们可以学习 靈修基督安静 靈修祷告安静 操练静前 重心定烂 也要全心挖扣主 我们来唱诗 三八八九首 三百八十九首